专注的神情 俐落的刀法 来自台东碑南竹的发型设计师 特别来到新店原住民关怀站 要为同样是原住民的竹人们剪头发 我觉得很好啊 对那个 为那个老人服务啊 修一下美美的 这位田小姐是新店典范法艺的老板娘 从事美髮工作已经30年 小时候因为家境不好 常羡慕美髮店客人有美美的造型 高中没毕业就跟着师傅学剪头发 现在自行创业也传承经验 刚好新北市原民局举办益检活动 她说再忙都要拨出时间回馈社会 因为我本身是原住民 在台东碑南竹的 那我想说帮助一些自己的族群 也帮他们可以剪一些漂亮的发型这样子 然后帮他们觉得说 不是说老了就没有那个春天的感觉 也觉得说剪一剪看起来气色 还有看起来比较有活力这样子 新北市政府运用公益彩券银鱼 在境内设置原住民关怀站和健康中心 除了例行的关怀访试 还会开手工益课程 让住在新北市的原住民长者 也能延续部罗文化 凯波大台北苏维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